顧客 找到一个地方 第一项馆 我当时是因为它的这个 hello大家好我是Juan Yu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我好像蛮久没有给大家录爱音频的视频了 今天我有蛮多想给大家分享的 而且我想把它录得casual一点 所以我就 呃 边喝蕾丝粒 边喝大家录这个视频 very good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第一件单品呢 就是我身上这一条Mango的小裙子 我前两天又在Mango下了挺大的一单 然后这一条是我觉得非常值得拿出来推荐的 我之所以喜欢它是因为它有一个蝴蝶结在胸前 这件超可爱的 我觉得它非常适合穿去公园的野餐啊 然后跟好朋友喝下午茶这个样子 然后这条版型我觉得也蛮好看的 它的腰这边收的并不是特别的紧 大部分身材的女生应该都可以穿这条裙子 然后呢我做了一个这种灰绿色的指甲 它的颜色呢是这种有点冷色调的偏灰绿色的指甲 颜色呢有一些文艺的气质 然后又非常适合夏天 因为它很干净清爽 我还蛮喜欢这个整家的 然后我来介绍一下我现在戴的这个耳环 这个耳环呢是来自FOWER的一个小朋友的礼物 它真的是小朋友 它现在应该正在高考 我会为它祝福的 我会给它祈福的 我希望它这次能够考的很好 然后因为它年纪还很小 还在高考嘛 我跟它说就是以后千万不要给我买礼物 但是这次你已经准备好了 我说那是一个新意嘛 然后我想跟你大家说 如果大家还没有赚钱 大家还没有工作 还没有自己赚钱的话呢 千万不要给我充值啦之类之类的 都不用都不用 就是如果想表达支持 给我点赞 或者发弹幕 评论留言告诉我 跟我聊聊天 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指示了 千万不要给我充电什么的 嗯嗯嗯嗯你们还小 知道吗 然后因为我在我很小的时候 如果我出去跟我已经工作的朋友们 吃饭什么的 他们都是拒绝让我买单的 嗯算是怎么说 算是曾经被世界温柔以待吧 我希望把这一份温柔给传递下去 然后就是大家如果还是学生党啊什么的 就不要把那个金钱花在这一方面 OK OK 它送我一盒饰品 然后这个是其中一个小饰品 我觉得这个小饰品带起来真的 还蛮特别的 就是有点小复古 让明映夏日那种一抹清凉的感觉 戴在耳朵上 Thank you 然后他给我的那个盒子写了 For you 因为我之前的名字叫Jane Yu 很多人都知道 然后这个You因为是我的姓氏 所以我来 Thank you OK 然后下一个单品呢 它是一个时尚单品 这个包我买来好像有 一年了吧 我不记得了 可能一年没有到吧 它是Dior的一个中古包 它并不是那个经典的马鞍行程 不是 它是我在一个二手交易平台上面 我去购入的 是Plum还是芷儿 因为那两家我都有合作过嘛 然后真的是 我在上面花的钱 这种地方真的不能逛你知道吗 这个一逛我就是拼命的在上面 下单啦 bl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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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包我虽然现在才把它拿出来说 但其实它是我去年 包括今年的一个go to bag 我去任何一个地方 第一想法就是会拿上它 我要拿它呢 因为我觉得这一个 因为它可能是这种 翻步料子的关系 然后它又是这种老花的logo 我觉得在一定程度上 它是比较有 怎么说人家 就是你拿出去 别人可能会觉得 哇 你还蛮有fashion sense的 那种类型的包 然后如果我平日 如果拿一个像什么 Chanel啊之类的出去的 就会 在某些场合 我觉得会有一点 over 但是拿这个的话 我觉得就正好 因为它这个 样子会让人觉得 它有一点 很文气的感觉 看起来就是 虽然很表 但是它因为这个包比较软嘛 然后你可以在里面 塞很多很多的东西 然后它都可以扣得上 这个我觉得还挺好的 然后它的这个肩带的长度 是可以调节的 这边有两个孔 你可以把它调长 也可以把它调短 这样 然后这样子调的话 它就变成了一个 长肩带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超酷的 它应该算我 all time favorite 就是我有百分之 八九十的时间 都在背这个包 这个所以我觉得 它应该留有姓名 应该被专门拿出来说一下 这个是我的最爱之一 还喜欢这个 接下来就是一个护肤品 它是德国世家的一个日霜 它是绿洞系列的 玫瑰的清爽日霜 它的名字虽然叫清爽日霜 但其实我觉得 跟清爽好像没有太大的关系 对于我来说 因为我是个大肝品嘛 我非常喜欢它那种 高滋润的感觉 它闻起来就是玫瑰的味道 因为德国世家是一个芳疗品牌 所以他们对于那种 artificial的fragrance是不会用的 所以它闻起来是那种 非常浓郁的玫瑰的味道 但实际上呢 它就是天然的香味 它不是说加了香精进去的 非常喜欢那种真实的 补水补油的感觉 那这款日霜就是给你一种 非常真实的补油的感觉 它里面用了所谓的 什么rose wax 什么玫瑰蜡吧 它是封闭性比较强的一个面霜的感觉 如果你是油皮或者混油皮 你肯定 我觉得你可能不会喜欢它 它只适合干皮 那其实我在大学时期 那时候我的梦想 就是成为一个aromatherapist 就所谓的放疗师 所以在那个时期 我非常喜欢自己去配一些护肤品来用 就自己用那种精油啊 然后加上一些基底油 然后再混上露回胶什么的 然后去制作成一个叫做 类似于现在那种 gel cream的一个质体 然后作为我每日的一个护肤品 然后我现在用这款 德国世家的玫瑰日霜的时候 它有一点 怎么说 就是它有一点 就是bring back my old time的感觉 我会在皮肤非常干燥 而且脆弱的一个状况下去用它 然后一个周末 就早上把它细细地铺在我的脸上 然后就让它好好地去抚慰 我的皮肤的那种感觉 它非常的有疗愈的气息 非常的有疗愈的一个作用 然后接下去呢想跟大家分享 heedown的新品 这次heedown的所有的新品 我全部都摸了一遍 每一个单品我都喜欢 我觉得放爱用品里面 我最多就挑两个 不能再多了 决定就是挑他们这次最有创意的两个单品 然后里面还有贴纸 超级夏天超级海滩的 第一个单品呢是heedown的海滩眼影画盘 Papaya Beach Palette 眼影的那个布局就像一个调色画盘那样的感觉 然后它非常地inspiring 就是它会让你有那种想要创作的冲动 然后大家看包装也可以看出来它们的整个配色的灵感是来自于木瓜 它有这种黄色跟绿色比较跳跃的夏日的颜色 也有比较日常的粉色橘色 然后还有大地的这种咖啡色 还有一个双色的这一颗 这一颗和这一颗其实都是那种钻石闪片的感觉 它会有那种夜晚然后萤火虫亮起来的那种光的感觉 所以这一盘几乎是一个又可以化日常妆 然后又可以化那种比较进阶版的这种眼影的一个配色 然后我这个眼妆呢是先用一个珠光的咖啡调来打底 然后加了一个玫瑰的米棕色 然后来做一个眼下和眼窝为止的加深 就非常自然的话就好了 然后用它们这颗黄色 其实黄绿色一点都不难用 这一盘超好用的 然后这个黄色呢就是放在眼皮中央 其实就是加了一点暖色调 然后我用了我觉得最妙的这个绿色 这个绿色呢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色块来用的 我是把它当成一个滤镜来用的 就是我把它晕在我眼窝的这一块 大范围的薄薄的在眼窝这边晕开 就像开了那种滤镜一样的 主要是加了整个眼妆的一个灰度的感觉 非常的奇妙 如果大家真的手边有这盘眼影的话 一定要试一下这个画法 我个人超级推荐的 OK然后最后用这个超级清透梦幻的闪片 放在眼皮的中央它就是那个 萤火虫色我们把它作为一个提亮 Edo他们家每一次出新品都能经验到我 就是让我想要立刻去拥有的那种经验的程度 它每一颗粉质做的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这是我觉得一个品牌非常用心的地方 它的粉质呢是比较轻薄的 然后出来的效果呢是比较透亮的那种眼妆 我个人在实际用它去画在我的眼睛上的时候 我觉得是非常实用的一盘眼影 它不只是看个样子 然后呢是他们家的高高 超亮的 你看我脸上这个 Oh my god 这一盘呢我其实在上一个做绿茶表 那个妆容的主题的时候已经说到了 一个单品的名字呢叫做 重启感官粉团加薪高光 它里面的这个高光呢 它其实是用玫瑰金的一个色块来呈现 像一个发光体一个光源 然后悬浮在了一个冰块里面一样的感觉 神仙一般的包装 是那种质感非常好的很重的那种亚克力的感觉 今天用的色号呢叫做游泳一整天 那种比较亮的偏银色的高光 它为什么叫做加薪高光呢 是有原因 它那个太阳星和太阳光芒的部分是不一样的高光哦 太阳光芒呢是那种自然的水闪 其实有一点像Fanty Beauty那一块 但是它会更加的有水光感 然后太阳星呢是那种比较高调的透闪 单独用下面那个太阳星的透闪 出来的呢是不一样的妆闪 现在脸上的高光呢是把太阳光芒和太阳星这两个叠图在一起的 所以大家今天可以看到我的脸非常的闪亮 在一定的角度下 它的质地呢和我之前介绍的那款腮红一样 它也是那种很Q弹的粉团的质地 就是你的手指是可以摁下去的 然后它涂抹在脸上是那种比较湿滑的感觉 然后我觉得它用在锁骨上肯定也很美 啊 my gosh 这个好看哦 然后呢是一个香薰蜡烛和一个家用的阔香香粉 Can you believe this? oh my gosh 超级好看的一套 然后这一套呢它是故宫宫廷文化和无用享乐这个品牌里面出的 然后当时看到这一套的第一瞬间就是我想要拥有它 我选择的这个香型呢叫做松柏成瑞 它是一种 我先不看它的香味的介绍 它就是那种雪松加了檀香的味道 香型比较单一的那种香 就就像Jo Malone那种类型 不是说很复杂的调香 但是我当时之所以想选它是因为我看到它的介绍里面 就是它的前调是薰草香柠檬和罗勒 然后中调是快乐鼠尾草杜松blahblah等等 后调呢是雪松坦木琥珀和橡木苔 但实际上我收到这一款之后 就是比较单一的 我想说它没有满足我对它的一个期望 但是主要是因为颜值很高嘛 我就是因为颜值所以选它了 之所以会选择它呢是因为我之前的那一个破香气快用完了 是这个 啊有没有觉得这个很好看 我当时是因为它的这个花的造型然后选择它的 因为它太浓郁了然后过于浓郁然后过于花香的感觉 我其实没有很喜欢但是它就是摆着比较好看 然后正好它快用完了 所以我最近一直在想着我要选择一个新的无果香薰 然后嗯还是很喜欢的啦 而且它们有配套的蜡烛 而且它们的蜡烛也真的做得很好看的 就算里面的蜡烛烧完了 后当笔筒啦什么的都很好看 所以说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它蜡烛烧出来的味道我觉得会更加的纯净一点 然后夏天的爱用品一定会墨镜的 对不对 我最近很喜欢浅色的墨镜 这次呢有两副 我会一一给大家介绍 这两副呢都是来自Haze Collection 我之所以会关注到这个品牌 是因为硬实上面Rihanna还有很多超模明星模特 他们有在戴这一款 这一副呢是Haze Collection Britreat粉色的墨镜 粉色这一款呢是水果娜娜 Natalia的同款 JLV的太子飞啦 这个品牌它的设计师其实来头很大哦 它是以前给Cloy和Valentino做过设计师的 所以大家可以多少看到一点之前的作品的影子吧 对吧 它现在呢属于美国纽约的一个原创的设计师的品牌 这一副呢是我一贯以来比较喜欢的那种复古大框型的那种墨镜 然后这个是他们里面附赠的一个叫什么 就是眼镜的袋子 然后它本来的外壳是长这个样子的灰色的 这一副呢是那种方中带点圆 然后圆中带点方的设计 所以这款适合任何的脸型 它非常的日常 就是我如果没有化妆的话 我就带它出门就好了 素颜也可以带它的那种日常款 我特别喜欢这一副它进腿的设计 其实它很有质感 而且它还很贴心的用了这种板材的脚套 就是长时间戴它也不容易觉得耳朵疼啊什么的 另外我喜欢的一点是它这个鼻托的设计 就是墨镜的好花有时候就体现在这种细节上 近一点就可以看到这个嘛 其实我个人还挺在意这一点的 我觉得它比那种普通的硅胶的要酷炫很多很多 这副呢粉色它不是那种很粉的啦 它是带了点棕色的吊在里面 所以它适合大部分梅子的肤色 给大家戴一下这副墨镜 哎哟 你戴上它之后整个世界都变成了粉色滤镜的感觉 好酷哦 OK然后下一副它会更加的时尚 更加的酷炫一点 这副我超爱 这副呢是nomad的透明款 它是那种有那种蒸汽波的设计元素在里面 而且这个眼睛的阔形呢 是那种改良过的猫眼的阔形 所以它对修饰脸型的效果老好老好的 就是它很适合脸宽的妹子 或者有脸方圆困扰的妹子 它真的是墨镜哦 它只是看起来仿佛像透明的而已 但其实你在不同的角度下去看它 它是幻彩的 给你们戴一下感受一下 它戴下来也是有一点那种 加了点粉色滤镜的感觉在里面 但这副镜片毕竟不是黑色的嘛 所以我感觉它的灸光效果 其实没有那么强 不过它用的是伊氏露的镜片 就是老糟的人都晓得 伊氏露的镜片是质量特别好的 以前配镜片都指定了伊氏露镜片的 就是有点贵啦 所以它说它可以100% UVA UVB的 所以我就是很信任它的 而且因为Taze加的眼镜 我觉得还是蛮贵的 就真的不便宜 所以我觉得618有折扣的话大家可以下手 然后我会把我知道的购买信息打在屏幕上 那又是个彩妆品 大家非常熟悉它 它就是德国面具的一个遮瑕面部底妆盘 就是它又可以当遮瑕 然后又可以当粉底去用 我之所以会选择它呢 是因为我真的 Yepsa那个三色的遮瑕盘 我实在是又腻了 我把一整盘都用完了 真的是腻了 我想换一个 然后现在网上口碑非常好的呢 就是德国面具他们家的这一盘 他们之前什么那个六色盘 我觉得可以选择的颜色太多了 我看着有点脑磕疼的感觉 所以我就选了他们这个中国限量的三色盘 一个黄色 然后一个橘色 一个粉色调的 但实际上粉色这块 我觉得我用的 最多就用在眼下的 遮黑眼圈的地方吧 别的脸上也挺难用到它的 我如果把它当成底妆用 我还蛮喜欢把它当成底妆用的 它看上去是高 但是非常的自然 就是你可以把它涂得很薄很薄 而且它一上皮肤的时候就完全 融到你的皮肤里面 瞬间就贴敷了 和皮肤融合的非常的好 然后我用一下就知道 为什么它有这么多的好评了 但是呢这个是要定妆的 不然的话它就很容易化妆 就是用完它之后一定要定妆 然后它非常的薄的同时 遮盖力又非常的好 我觉得爱用品呢 一定是有它存在的必要的 因为有时候我如果觉得很好用的彩妆 护肤品 只是存在于我的一些美妆视频里面 就是化妆的视频里面的话 就没有办法和大家好好的介绍 我对它的使用感跟想法是什么样子的 所以定时的出这种爱用视频 就可以非常全面的和大家介绍 我最近喜欢的东西 啊然后忘记说了 嗯 我 专门去电影院 二刷了一遍波西米亚狂唱曲 就是二刷到最后 就是听到那个 那个他们公益的一个演唱的时候 我觉得我好像比第一遍去看它的时候 更加感动 就是有些音乐 它本身的一个生命力和感染力 还有那种能量的激励你的感觉 真的是 哇就一直都在 然后 我第二次去看那一部电影的时候 它让我整个人用重新变得 感觉又像充电了一样 感觉我对接下去生活的热情 又被充满了那个感觉 那部电影就是它的节奏 好像并没有那么的精准 会有很多很沉重的话题 但是看完之后 还是会被他们的歌所激烈 所以我在这里还是要放 我自己喜欢的一首音乐 我觉得来做一个finish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Mount Rush Just killed a man Put a gun against his head Pulled my trigger Now he's dead Mama Life had just begun But now I've gone and thrown it all away Mama Didn't mean to make you cry If I'm not back again this time tomorrow Cary on, carry on Nothing really matters